接下来我们请赖湘玲 赖委员 主席 秘书长 各位监察院的同仁早 刚刚也听到大家在对监察院 特别是存废 存废这个事情知识体大了 如果涉及到用修宪 当然不会这么容易 就是说它是废的这个可能性 但是有一个事情是不是考虑存废 就是监视法这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我知道 在上个戒期的时候 有委员有这个 考试院有提出监视法的修法的草案 那这一次他们来拜会 我也说他们会再重提一次 那但是我们这个委员会 在2月份的时候 也有委员已经签了提案 希望说是不是就直接废掉这个监视法 让我们的监察委员 能够不要负担这种 跟点视有关的一个职权 跟这个要参与在这个程序当中 那不晓博秘书长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 报员这个案子其实是很久以来的议题 那我们检察委员的这个部分也有讨论过 我们原则上是尊重考试院的决定 我们原则上是尊重它 因为他们是主管的机关 跟立法院要不要通过废纸是比较相关 那我们这个 那个工作是因为来自于监视法他们的要求 所以我们原则上要尊重主管机关跟贵宴的力 那一年大概几次的这种工作 那个参与 那我们处长说大概20次左右 那一次的作业期程要不要花到一周以上 还是 这个考试院 大概是一周 那这样的会不会排挤掉我们监察委员 在执行其他重要的调查啦 或者是案件的这个关系 好 报告委员 其实监视 监视是监视法的要求 那林派那个监察委员参与监视 大概都利用假日 所以几乎都是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监察委员也是全年无休的 对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在行政机关 我们自己也办自己 市政府自己的综合性的这个约聘人员考试 其实长期以来 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这个议会派议员来监督 也没有其他的中央的考试员来参与 我们办得非常的完善 也没有任何这个 不管是说引起官说的这个疑虑 所以我在这里也很慎重期待 就是我们监察委员应该回归他的本质 在整个这个监察法里面 其实也没有规范我们监察委员 要有这样的一个职务 也没有这样的权责要去 这个在参与的时候 要赋予这样的任务 反而是在考试院的法规里面 所以我也很期待 就是说我们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案件 监视法真的可以废止 那如果考试院送进来的话 也许我想我们也会请他 从这个角度上面 是不是转换别的方式 来进行考试的这个监察的这个角色 我想秘书长您同不同意 我们都尊重考试院跟立法院的决定 我们是没有什么意见 我是建议这样子 因为现在大家在谈监察委员 或者是监察院转型的时机点 这个小的事情 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决定 不需要再有一些这个挂碍 因为这个确实不是 这个科技的发展到现在国人的素质 参加考试公平性 我认为已经不太需要 所以这个考试院这个法律 主管法律再去决定 是他也会送我们这边 那我想我们就也一起来努力看看 那第二就回归说 现在在这个监察院或者是监察委员 大家比较诟病的几个问题 刚吴玉琴委员或吴丁委员 也问到了一个这个效益本身 那我想请教 现在我们监察委员29位 目前调查中的案件大概有多少件 这个其实我们有统计资料 第五届以来 我们总共调查案是 立案的大概1800多件 已经有提示调查报告 大概1500多案 大概我印象中的统计资料 一年大概是会有 百件以上吗 五年多以来就是这个数据 一千多件 我知道 所以我也要请教 因为在这个 我自己在行政机关 我也常常被监察院调查 我也去过好几个委员会 做过报告跟说明 所以一则是大家认为说监察委员在这个分案上面或者是调查的这个这个程序里面 有没有一个自己制定内部的一个一个原则或者是一个标准 到底是看报就来分案调查 主动调查 还是人民陈情 人民对于这个行政机关的这个独职疑虑就来陈情 这个我相信各种都有 那我想我手边有两个案件我觉得很值得去跟秘书长这边也就叫 一个是昨天才出来的新闻稿是王美玉委员跟王又玲委员 他们确实做一个很好的调查 就是有关这个非法移工的黑妇宝宝 在台北有个关爱之家的这个事情 这个在地方政府在中央层级几乎是没有人有办法去解决跟处理的 那在监察院调查之后这一两年下来 其实地方政府劳动局社会局卫生局几乎全力通力合作 可是在法规上完全找不到空间 那如果没有更上升到中央去修法的话 基本上是无计可施了 这些黑妇的这个宝宝差不多时间 要不就是想办法就收养的方式 要不就是一直黑妇 在医疗方面健康方面受到很大的残害 所以这件事情引起社会跟报道之后 相信我认为也是因为王又玲监委 他是以前我们台北市社会局出来 他本身在社福是非常的专精 所以他愿意主动调查 不然像这样子比较涉及到跨国移工问题 也是刚刚讲到很多人的这个不太是有人去主动关切事情 大概就没有办法解决 修法也缓不济济 那这个我认为是在监察院 我认为这几年以来很值得在刚刚讲 未来国家人权委员会要设立的时候 这是一个相当指标性可以努力的方向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的案员 案事的来源有多种 有的是人民直接寄送到本院 有的是各团体请本院来查办的 有的是审计部刚才有提到 审计部去查案查到报告我们的 还有委员自己搜索的 甚至委员看到任何一个讯息 对于人民权益有重大的危害或是怎么影响 他会去主动调查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 监察院立案派查原则 有一个原则标准 那这个立案以后就变成一个调查案 那这个调查案以后我们的 调查的这个委员会 就是跟我们的调查官一起去查这个案子 所以刚才跟委员报告 我最新的资料是说 第五届累计了有1841案的调查案 那提出调查报告到目前为止有1587案 可见的这个调查案子还是很多的 谢谢 谢谢秘书长 我第二个案例就是跟我个人有关的 就是我在2018年10月被 这个劳工袭击受伤的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我在108年10月2号 我也看到了监察院监察委员的调查报告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 第一个我们被基层公务人员 长期被人家投诉包庇 独职 行政不公 各做各种 污子污陷 谁要来帮我们平反这个正义 可能就只剩下 监察院 不一定 但是这件事情我自己很深切的知道 从事情发生到监察院的这个主动分案调查 也基于那个当事者一直向监察院投诉 说我们地方政府没有依法行政 没有裁罚 没有做任何的努力 可是监察院的报告还我们公道 重点不是地方政府没有检查 没有裁罚 没有积极介入 是经济部 中油公司 自己不改善制度 造成很多劳工工作权益不稳定 他们的福利福祉被拿掉 他们的假承担 真雇用问题未解 所有中央在经济部 中油国营事业制造的问题 都由地方政府的劳动机关 检查之后还被民众嫌弃 还被民众说毒子 还被民众说没有依法行政 所以我认为在整个监察院 如果监察委员未来 针对这样的地方行政 或中央的这个政策 这两者的纠正跟要求 力道要不同 执行者就是第一个 他没有其他的工具 可是政策制定者 中央的部会 自己不修法 自己不解决问题 这件事情我还是请期待 监察院如果未来的转型里面 能够更在这样的一个 分案跟这个叫做调查的要求里面 确实分级分类 第二个是追踪的效益 以及持续要求跟修法配套的进程 不然问题不解 一再的让公务同仁觉得监察院真的是找麻烦的单位 好不好 所以我想我借这个时间 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最后还是国家人权委员会 大家都问了很多 那我想我自己很期盼 台湾的国家人权里面 劳动人权能够进步 我们不要再出现国家的这个门面 是因为鱼工在国外说台湾的鱼这个船东如何的虐待虐劳 所以我希望国家人权委员会真的设立之后 是不是在人员确定之后的三个月也可以有书面报告给我们这个委员会 让我们了解你们的设置跟未来努力的方向 我们成立以后生效然后这个职权运收那整整都筹释完毕 我们当然可以提出一个室面资料 我们谢谢赖委员